新书快报 看电影是现代人还有上一辈上上一辈共有的生活体验 记不记得你看过哪些经典电影呢 那时候电影院长什么样子呢 这些电影跟我们的生活是如何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什么样重要的回忆呢 新书快报为您介绍一本绘本 书名就叫做一起看电影 为您请到了这个故事的作者陈玉京老师 玉京您好 左上好 在这本一起看电影当中 我看到有一页好有趣 它是一个整个跨页的开版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电影院放映厅的场景 其中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手写的投影 上面写王天才外照 好有感觉 这个电影院是真的存在吗 有哪一些当年才有的电影院的特色呢 这个画面事实上真的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实际上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电影院 然后参照的去画呢 根据会图者刘明老师 他的想法事实上这个画面呢 是来自于他的综合的印象 里面是有包厢的 比较年轻的读者 他们并没有看过有电影院有这样子的设备 我记得在一开始的草图的时候 画面上也没有出现那个王天才外照 但是我们收到图稿之后才发现 有这么一行字就觉得非常的有趣 那有一些比较资深的读者 他们也跟我们分享他们在这方面的童年的记忆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们在创作的时候 你并没有特别设计这一个手写投影 是那个吕老师他自己想到他小时候的记忆 对 事实上我们合作的时候呢 我主要是以完成故事为主 我把时代设定好了之后 那吕老师根据当时的那个电影的一些特色 把它放在这画面里面 对 让我们比较资深的这些读者 一看到就觉得哇 童年的记忆或是他年轻时候的记忆 都因为这本书 然后整个涌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跟读者交流的时候 非常有趣的一个经验 王天才外照 说实在这种手写投影我看过 所以也暴露了我的年龄 不过我想你是不是可以详细的讲一下 大概你设定的场景啊 时代跟地点呢 这个时代呢 我们其实一开始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呢 是把时间呢设定在电视还没有进入每个人的家庭生活 那设定在1950到60年代左右 在那个年代呢 大家其实是透过一起看电影 所以为什么这个书名是用一起看电影 就是那个时候呢 没有太多的娱乐 那比较主要的就是电影 那比较早期的那个看电影的经验是 一个大厅里面就是 大家也没有可以滑手机什么的 就是共同在看那个电影 一起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不像现在你可能透过手机啊 电脑啊 或电视荧幕去看电影 那跟以前那个 就你没有其他的媒介可以看的 生活经验其实是落差非常大的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非常复古怀旧的 这个电影院场景啊 其实呢是务事当中女主角 淑惠跟她们朋友看电影的重要的记忆 这些朋友们其实之前曾经发生过误会啊 后来和解了才一起跑来看电影 而看完电影之后呢 她们竟然在那个小赤摊旁边 就开始唱歌跳舞起来 因为电影的歌曲实在太好听了 到底这个电影让她们产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可不可以讲讲她们的故事呢 我在这个故事里面设计了一个小女孩 叫做淑惠 她的爸爸呢是电影看板画师 淑惠呢根据我前阵子看电视新闻的报道 就是台湾呢 目前就是女性名字最多的 第一名是淑芬 那第二名就是淑惠 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想要传达 就是电影 她在台湾的生活里面 经过的一些变化 然后在这个背后呢 有电影看板的画师 她的一个生活的故事 因为这个是童书 所以我们是希望借由一个小女孩来传达 她跟她的朋友发生了一个友谊的事情 因为电影画师呢 爸爸的工作呢 是可以拿到那个电影的优惠券 所以她的同学呢就会觉得 她好像经常可以看免费电影 所以就觉得很骄傲 就是设计一个生活上的小误会 让她的好朋友呢就发现说 为什么你找那个修修去看电影的时候 没有找我们呢 其实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也常常会出现 所以这个故事呢 就藉由这个小小的误会 然后之后淑惠呢主动去化解 找她的好朋友来 然后让他们看到说 她爸爸呢 工作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 去理解这个工作 然后她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好像有点特别的特权 然后很骄傲这样子 那后来爸爸呢 在这两个小朋友 离开他们家的时候 也送给他们这个招待券啊 然后跟他们说 你们之后可以一起去看哦 而且这个电影是很适合你们看的 所以我们在故事里面就特别放了 绿野仙踪这个电影 让小朋友呢一起去看 看完之后呢 因为这个是歌舞片 所以离开之后呢 他们投入在那个电影的情节里面 就很开心的模仿着 电影里面的这个画面 那很开心的跳着舞这样子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故事 原来这个一起看电影 这本绘本的女主角淑慧 她的爸爸是个电影看板画师啊 这工作老是说 我们有看过一些新闻报道 可是也不太了解 当年到底可能可以忙到什么程度 那跟那个时候 电影产业的蓬勃有关系吧 对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有因为我们有一个时间点的设定 所以我有特别的去查找 之前的那个联合报 就是让我发现在1955年 也就是在民国44年那左右呢 看电影的人口是非常的多 那有一个数据就是 台北市那个时候呢 就一年里面上映了380多部的片子 所以看板画师 也就是我们这个故事里面的 这个淑慧的爸爸 是非常的忙碌的 有这么多的片子 那也就有这么多的电影看板 需要去绘制 原来当年的电影看板画师 跟当年的电影产业 都是这么的忙 这本书叫做一起看电影 是一本绘本 书丰其实就画了一个电影阶 可以看到人潮车潮还有摊贩 只是说年代不同了 所以当年的车潮是脚踏车居多 那卖的是水煮花生 当年的电影阶原来是这个模样 我还蛮好奇说 那您是怎么样找到这些线索 重建出当年的场景呢 我跟吕老师合作呢 就是我很专心的去经营这个故事的情节 画面的内容呢 就由吕老师来铺陈 那所以这个故事的内容里面呢 有提到 淑慧跟他的好朋友终于去看电影了 然后吕游明老师呢 就帮我们画出了一个 那个电影阶的一个大画面 那画面里面呢 就有一些看板啊 比如说绿野仙宗是他们今日放映的片子 那下期放映就是罗马假期 然后这个画面里面呢 因为我记得呢 我在查找那个新闻资料的时候呢 有提到当时呢 因为我们设定的那个年代里面 台湾呢 就是有因为电影很受欢迎的片子 就会有黄牛出现 对所以读者呢 可以仔细的去找 哪一位是黄牛 非常容易辨认 甚至在这个画面里面呢 有一些小吃摊 到底是卖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 大家可以去猜猜看 跟现在卖的那个食物 是内容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曾经在高雄 分享这本书的时候呢 就有一位读者 非常的高兴 问吕游明老师说 老师请问那个电影院旁边呢 有一个画面 是什么皮鞋店 那那个就是我家的皮鞋店的 他说他们家以前是开皮鞋店的 也是在那个戏院的旁边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 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 他说那个那个店的样子 就是一样的 吕游老师最厉害的 就是真的是可以帮我们重建很多 过去台湾的一些场景 不同的年代 但是共同的都是我们看电影 就很重要的一个记忆 怎么样把这个记忆给拉回来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一本绘本 一起看电影 今天非常谢谢这本书的故事创作者 陈玉京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一起看电影 谢谢老师 谢谢